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都做得还不错 但是却忘了去欣赏自己 所以你要让自己多愿意去看看自己的优点 你会发现有信心许多了 你选到了二号圣碑山 那圣碑山其实是一个比较欢乐的一张牌 再告诉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可能非常适合跟自己好朋友聚会 然后分享交流彼此的想法 你会发现自己心情都会开心许多了 你选到了三号皇帝 那皇帝这张牌在告诉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有点自在必行的感觉 有比较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这张牌出现就要告诉你 有时候你在做事情上面确实很有执行力 不过要多一些弹性变通 那你执行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还蛮顺利的 你选到了四号 四号牌是全账五 在提醒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可能跟别人的意见比较没有办法整合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分歧 可是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就在提醒你说 你要学习接纳不同的想法 去尊重彼此都有一个独特性的时候 所以当这张牌出现 告诉你要懂得怎么去融合 去整合 那事情就可以顺利了 未来这一周老师提醒双子座可能会遇到事情延缓 不要过于急躁 重新站稳再出发 森林新闻 马家豪 林昏庆 综合报道